我特别了解山东姑娘的择偶的需求 她往往不说我找一个女婿要大富大贵 要多帅不是这样的 起码说我这女婿咱最低标准 第一真诚 她可以不说好听的话 但是她起码说实话 第二这人踏实 她可以没太大的本事 但是她能有一份事踏踏实实地干 第三自立 就她挣多少钱不重要 重要的是起码这小伙子 她能养活自己吧 真诚踏实自立 你觉得她哪一条能做到 她就现在这种状况 你还敢跟她谈婚论嫁 我觉得你特别勇敢姑娘 这个男孩你要跟你妈说 她的真实情况 你妈能同意你嫁给她吗 而且我特别怀疑 就是你真的跟你妈说清楚 这小伙子是啥样了吗 你这是在找老公 找老公过日子 是两个人在一起要担起未来 她担得起来吗 她就是好高无远 干一份工作不超过两月 然后再换一份 然后你看她干的所有的 比如说送外卖也好 做直播也好 做这些其实都是不需要固定的时间 不需要被固定的捆绑 然后又可以让自己感觉到有梦想 感觉到自己可以突然之间就飞升了 提升了 有可能那种一夜暴富 她的所有的心思都在这方面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 她可能真的是说 我未来可以挣到很多钱 我未来可以有车有房 这些是很真诚的 她内心当中对自己的定位就是这样 虽然可能跟现实不符合 所以这小伙子 她的脚真的不在地上 对这种小伙子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 赶紧放手吧 找老公是过一辈子的 好吧 她住在你那多长时间没交过房租啊 八年多 交你一年了 对啊 你这白吃白喝白拿呀 还偏一女朋友 跟人说要结婚啊 完全是寄生式的爱情 你画饼的目的 不是为了你们两个人关系更长久 而是你能依赖她时间更长一点 这样的在一起的两个人 请问 你说爱我我还能信吗 自己都养不活的一个人谈和爱情 都没有能力立足和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她谈和爱情 你现在真的不应该是谈恋爱的阶段 你应该现在真的踏踏实实想想 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哪里 所以现在 你真的应该好好地跟她说分手 好好地谢谢人家 你要真的欠人家钱把该还的还了 咱们堂堂正正做个男人 顶天立地做个男人 自己靠自己的本事 能挣多少钱吃多少钱的饭 这样你才有资格去谈爱情 懂了吗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让孩子足不出户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 周杨五 translations 你的电池 语文历史的的 低文历史的 接下来 加冬之销